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凤凰卫视的比较为人所失 凤凰卫视的是昨天我一哥们打电话 哈哈大笑跟我讲 我先说央视的这个就很有意思 央视的一个主播 应该是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他说成是菲律宾是中国固有领土 结果人家主播就特别敬业 就是很真诚的 道歉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太常见的事情 口误对吧 道歉 但是问题是你看那个网友这个跟帖 很有意思 你觉得他太有骨气了 网友说不用道歉 你根本就说对了 还有说你唯一的错误就是说了实话 而且甚至你知道吗 还有人分析 中国阴谋论 中国人民对这个媒体是怎么分析的 说按照常理 这种口误不应该出现 尤其是央视 对 而且呢 会不会是国家出政策了 对 说一般电视直播节目 30秒的什么录播空档期 他还挺专业 说足够处理很多差错 这个为什么会错 而且注意旁边的男主持始终含笑不语 这个物播啊 意味深长 还有你知道咱奉皇 昨天我一朋友打电话 刚看完咱们一段新闻嘛 跟我大哈大笑 说你们那个不用口误 我说他拨成什么了 他说说 他说应该是中国的两艘海军船 他拨成了中国的两艘海盗船 是中国两艘海盗船 在附近活活动 这个对比太强了 是对人家阻碍国 老实说这个气氛 太紧张了 菲律宾那边烧我们国旗呢 当然我们也在菲律宾官网上 把他们国旗全换成五星红旗了 而且我们听说昨晚好像这几天有个什么名人是吧 然后在微博上说他已经把他家的费用给炒掉了 人家说他根本请不起费用 然后咱们但是好像水果 菲律宾现在开始海关开始检查菲律宾水果 说这个有问题他会退 后来我说这海关这个平常那 那咱们以前买的水果都是有问题的 来再看下边 我觉得是这样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上课 这个老讲这个 我们国家是北到默河南到增母暗杀 我从小时候就那么点小孩增母暗杀 那名特好听我觉得 对对对是 暗杀 我就就是小时候 喜欢暗杀 然后我就 我就也看那个地图 我旁边老有小小小图 这不是一个国家图成一个南海的 不是整个的南海的图 有这有些线 就是后来我就这叫九段线 对啊 我觉得这挺好玩 但是我其实这是小时候说的教育 我有个想法 我觉得挺好 就如果是民国时候 老师怎么给他们讲 不用说 也是这么讲 不是民国时候 可能民国这个咱们这个疆界 跟咱们现在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南也是 不是讲南海 就整个的讲 比方说咱们北到墨河 民国说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是纬度 是京度 这个县 比方说咱们还有这个唐 吴良海呢 对啊 那是不是那不是 还有那么一块地方 对 还有咱们还有这个 民国是不是 还有蒙古啊 还有外蒙的 蒙古的 所以我就想 如果是秋海棠 如果是1929年以前讲 黑虾的岛 就不是问题 黑虾的岛 是二九年苏联战 那如果是 1921年以前讲 外蒙和这个 唐吴良海 就不成为问题 但是如果是 1919年以前讲 它又成问题了 这两块 又是人家地方了 到1921年如果讲 又不是问题 不过从历史上看 本来所有国家的疆界 都是不断的浮动 所以这里面从来都是一个 现在的定国土疆界的时候 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疆界问题 总会讨论到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固有领土 比如说菲律宇 什么叫固有领土呢 你比如说 像以前也有人说过 越南也好长时间 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那这个固有是什么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 你回看历史要了解 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 其实疆界这个观念 是很混乱的 是很模糊的 这里最要引的就是欧洲 咱们就这波兰 整个这国家是不断的 一会儿往东挪 一会儿往西挪这名国家 波兰在二战前的波兰 根本不在咱们这地方 对 他是战后 是移动 他战后是苏联要占德国的地 可是中间隔着一波兰 对 那怎么办呢 那就把这波兰往这边 往西挪了 对 其实二战之初 等于是斯大林和希特勒 瓜分波兰 没错 但是战后这波兰 根本 所以现在你比如说 现在咱们很举几个例子 就是团结工会 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德国 是德国城市 以前是德国 所以克拉斯克那大学是很有名的 自从是德国以来的时候的名校 但是这是德国名校 好多名人出这 可是这都现在不来 可是你要想到 那个时候 对这些人来讲 江界真的是 后来才有的一个准确的概念 比如说以前的人 你比如说 甚至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你想想看从欧洲到美国 到美国不是都要从自由女神像爱丽丝岛那边要检查吗 但是那时候那个检查是检查你身体有没有病 不是看护照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护照 那以前没护照 没护照的时候 就随便进随便出 或者看你说什么话 那个标准很混乱 要排华的时候呢 就看你 而且你一看一眼就知道是中国人嘛 对不对 管你哪来的 就是有护照也不用管 所以没有护照的年代 世界各地那个流动很自由 所以边界也很模糊 护照的出现是跟江界观念的准确定义同时出现 还有一些更巧妙的一些状况 就发生在我们新疆那边 你新疆中亚那些地方 过去有一些游牧民族嘛 那那个游牧民族呢 当就差不多四九年后 整个国界线越来越清晰的时候 他们很困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天天比如说 我足水草而居 我今年在这儿 这是我朝场 然后下半年我上那儿去了 那忽然一夜之间 两边的军人来了 说你是哪个国家 什么概念 他就懵了 他我自古以来 我固有领土 固有朝场 我们足足备备 就是这么放牧的 那怎么今天忽然我变了 那我是哪国人呢 我半年在这边 半年在那边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世界上面 现在因为江界的问题 其实我们大概不晓得 没有江界准确江界概念前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有意思 你比如说 好像说有些这个 就是游牧民族 什么夏季操场 冬季操场 他后来这个历史考古学 倒是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发现中国历史上 这个北方边境 北方边境的这个变化 进进退退 南北之间的变化 跟那个气候 对 的温差的变化 对 紧密相关 中间有小冰河 对 因为这直接就意味着 天气冷的时候 这个北方 就往南下 就往南下 北方那些蒙古族 或者匈奴啊 他那个就没法生存了 所以他必须往南 对 天气要是暖和起来呢 就可以回去 他们就可以往后退一些 但是呢 我得稍微反对点 你们这太往北了 这事还不适应 比如说咱们这西伯利亚 这个原来是中国地方 西伯利亚在中国 这么形式 对啊 以前说这个 一直到北冰洋 这个签尼部署条约 说中国 中国跟有一个方案啊 就是竖着划条线 这边是归中国 一直到北冰洋条线 对 好家伙 整个东半球都是咱的 不是 但是没有 那地方没有人要 没有人 你想 你想这个冲军冲到宁古塔 那都是极边之地 这离那地方 不是有多远 因为尼部楚条约 那个时候 清朝是个大帝国 是的 那个时候 俄罗斯呢 它是正在往东扩张 因为它西边过不去了 欧洲那边 它往东扩 东扩的时候 它面对的最大的对手 就是清帝国 清帝国多强悍 对 所以真的是 那时候 帝国之间化戒 都是这么化 就康熙吧 对 康熙 帝国时候 你看后来 他们几个欧洲大帝国 他们化戒都是随便化 化戒就是 竖着化 就化掉线 大家都是竖着化 所以康熙是盛世 但是咱们这个条约 是一个让土地的条约 这为什么呢 这地儿没确实 没意义吧 没有人 这地方 那个时候不知道石油这点事 是啊 没有 那你俄国后来 也让阿拉斯加给美国吗 也卖给 卖那么便宜的钱 现在钱你可能都能购买 好像是700万美元 还是700万 你们连连 找几个朋友 也连连钱 当时是美国人民都反对 但是当时的那个总统 那意思就是说 说这个政治家 不能全听老百姓的 有时候老百姓 是鼠目寸光的 结果多少年之后 阿拉斯加 这得值多少钱 出事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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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有网友又搬出这个旧话 说这个还是邓小平会聊天 说是1987年的时候 菲律宾前总统 曾经这个跟邓小平会谈 他谈里边也是推心致富 就说你看从地理上讲 这些岛屿的确是离我们菲律宾更近 对 然后说这邓小平呢 抽了口烟 说从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这挺会聊 现在弄的 我觉得把香港人的阶级仇民族恨都弄起来 你说这两天香港人跑到这个菲律宾那个领馆吧 门口 他们反华 香港人因为香港人有仇 有仇就那个大巴 而且就跟这个阿基诺三世 结上私仇了 不共戴天 真是不共戴天 因为香港人到今天都很愤恨 对 就因为他一直不肯道歉 他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跟交代 那所以香港人是怀恨在心 你看包括香港政府啊 到现在都还把菲律宾列为是黑色危险地带 就旅游来讲 那么但是呢 菲律宾呢 过去这两年呢 并不怕香港人不去旅游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呢 七八十年代流行去菲律宾旅游 现在去的人少 但是菲律宾怕什么 中国人不去 因为菲律宾呢 这几年呢 他就说香港来的游客少 你香港人抵制我没所谓 我还有很多中国游客来 所以现在呢 香港人就巴望着整个中国一起抵制 而且呢 就说这个阿基诺三世 为什么 当然他这人也是倒霉是吧 他就是个笑面虎 你知道吗 最惨的 那个时候说我像 我今天穿着你这身衣服 更像 他这个出门就挨揍 嘴角上翘 那个时候打死香港那么多人质 开新发布会 人说记者问你问题 你不但不到 还笑 是吧 后来他也是挺委屈的 我平常就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所以 而且呢 你看啊 菲律宾这个国家 咱不知道他内部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啊 不知道是政见还是偏见 我认为有一种看法 国际上都有 你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上 都能看得出来 我常看那个电视台里边有个节目啊 叫做一乡历节 他专门就是拍啊 这种就是外国人 到了一个国家 或者发展国家 被抓或者受到不人道 不法治的这种对待 其中经常有题材是讲到这个 菲律宾 菲律宾就好比说啊 哎 一个英国青年 在菲律宾跟一个女的自由恋爱 结果呢 大概是碰上这女的 还没离婚 实际上已经 他老公虐待他嘛 已经分居了 但还没离婚 就这样 最后就是 因为这么咱觉得 这是个什么事 到最后 框极就给抓到牢里去了 就是那个 就是警察就抓到牢里去 抓到牢里去之后啊 说警察问他说 给我四百美元 你要不要把他做掉 就是这个 你没办法 吃了原告 吃被告嘛 你给我四百美元 我给你杀掉他 然后呢 到后来是怎么一个营救出来 营救出来是送到这个 他的恋人的弟弟家里去 说到他弟弟家里躲着 后来他弟弟说 你要这个枪 还是要这个枪 家里跟一个武器库一样 他说这是什么 太可怕了 周律宾这个国家 我觉得他 他的过去也挺悲惨 就是说他是一个 很多人都形容为 是亚洲地区的 唯一一个拉美式国家 有点拉丁范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去西班牙殖民地 那西班牙殖民他的时候呢 是彻底改造了他的文化 他的文化 社会生活经济的结构啊 都不像其他东南亚国家 他其实真的像拉丁美洲 首先整个国家 主要信奉天主教 第二呢 他的那种大庄主 大庄园的经济 他的那几个财阀家族 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真的很像拉美 就你别说跟印尼 马来西亚那些都不一样 那而且呢 这个国家呢 他是西班牙 打仗给美国输了 那美国呢 是用一种 表面上不叫殖民地 实质还是殖民地的方法 继续统治 脱管 对脱管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 各方面都很惨 是直到二战之后 他有过一段飞黄囤达的时间 那时候菲律宾那是东亚最有钱的 应该是越战的时候 越战的时候 那时候是很有钱的 菲律宾 但是后来很快又整个衰落下去 那那种有钱又衰落 也都像拉美 为什么呢 因为拉美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你治利阿根廷 尤其阿根廷 过去富的像什么似的 曾经富裕的跟美国差不多 但是因为财富分配太不均 走到一个程度 那个中产阶级不出现 啪一下掉 菲律宾也是这个样子 就菲律宾也是到了一个程度 你都觉得这国家那时候 哪有什么东亚四小龙 那时候他多有钱 他忽然一下 啪掉了下去 这个真是有意思 你说到西班牙统治菲律宾 菲律宾 我们很小就知道菲律宾这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作家 叫黎萨尔 对 他有两本书 一本书叫不准犯我 一本书叫奇异者 我就小时候 不准犯我不是毛迪西口号吗 不准犯我都好 这没有准犯我都不准犯 这都属于当年那个 童年记忆 所以他就讲 这西班牙人怎么 残暴 怎么欺负他们 这人是个烈士 对 黎萨尔是烈士 包括香港那个菲律宾大巴 被 被 被 绑架的那个地方 就是黎萨尔广场 黎萨尔广场 那是他们的心目中的 等于是他们国 等于那个裴多菲吧 应该是在匈牙利的 这种 对 而且 他这个 他这个国家 而且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虽然刚刚说 跟别的东亚国家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了解 这几个东亚国家 看中国的眼光 是有点相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中南半岛那些 先不管 他们向来就觉得 他们北方最大的威胁 就是中国 那这几个东亚国家 也很有可能会 同仇敌忆的地方 是因为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你知道历史上有个阶段 就日本人来之前 他们那边有一种主张 叫做大马来亚 大马来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应该是一个国家 这国家是不是就成 世界最大国家了 差不多 那很有可能 讲面积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那个概念是这样 这三个国家的老百姓啊 他们的语言 第一很接近 菲律宾的最主流的 那个语言 跟马来文 跟印尼文 其实是很容易通的 尤其马来文 印尼文 基本上是同一种文 长内压 说到长得像 是因为他们血统 那个乌竹啊 他们其实基本上 那个竹 那个血缘上关系 是非常近 所以当时是有这么一个 大马来亚主张 那后来因为 大家都有不同的殖民经验 等等等等 那还是没办法凑在一块 这还是分开了 你说长得像 他这个个儿 是不是都不是很高 有一个罗姆洛 是这个 是这个麦克拉瑟的秘书 曾经有一报道 说麦克拉瑟越过 七腰身的水 后来有人说 这就是伪造新闻 如果麦克拉 没到七腰身水 龙龙就淹死了 这是特别有名的 老伪照这些龙龙 特别有名的 特别有名的 这个新闻 江江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科技改变生活 改变世界 科技全国 超乎想象 代理同成为 知识先行者 业力科技不限 新西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而且这些国家呢 都跟中国有很奇妙的联系 就比如说你从共产党的角度发展来看的话 菲律宾非共的第一次党大会 以我所知 大概第一回是在香港开的 那时候菲律宾共产党都是地下的吧 因为香港是一个东亚共产党的一个活动中心 那幕后最大的支持的力量 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不对 那菲律宾呢 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很强的民间的 左翼社会运动传统 我都认识几个这些菲律宾人 那他们其实是对现在整个菲律宾的政治经济都非常不满 一直想推动一些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或什么样 这方面他们倒挺进步 但是就是当然我插出来讲 因为我常年在香港 为什么都香港人都用非用 按说香港人都很精明 菲律宾用人是不是天下无双呢 第一菲律宾用人呢 跟印尼工人 现在印尼用人比较多 但菲律宾跟印用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不要忘了菲律宾曾经是个发达国家 他这个发达国家呢 他的很多的某些的高等教育建设 其实比其他国家要好 你知道在香港的菲律宾 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 啊 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 另外有没有这问题 而且呢 这些菲律宾呢 他们首先 而且都会英语 比较好沟通 有些问题就是 比方说我现在当菲律宾了 我就介绍你去 有没有这个 就是他这一 chinese 你看北京特区周围 表示这老妈子都是三河县的 昂缭闹都是定线的 不是这样 不是 GORDON就在一个地方 一个区 我觉得他们时候也有这个 人类输出时 比如你在那儿干的挺好 我这村的 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国产 就是说他的经济是非常糟 糟到一个程度 就是他大学毕业生 出来给你家打工 那么到了一个程度 就他上一任那个总统 那个女的那个总统 我想不知叫什么名字 阿洛约 他还特别夸赞香港这些费用 说你们是国家的光顾 来说你们替国家制造外汇 当然啊 每年他多少亿美元 都是从外边这个 没错 就给人当用人寄回 他觉得最大的出口就是用人 其实这也是 劳动力出口 跟咱们现在这一个 比方说这个宁波 哪是那边都跑外 外边开饭馆 这是什么 咱们那是叫什么 那时候偷渡吧 温州温州 咱们也偷渡吧 无法护照 那就不一样 我们出去的人后来都发财 比如说菲律宾的华人 都是当地最有钱的人 其实这都是华人 所以他们排华 这南方国家排华 其中一个心理因素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歧视度 你说最近会不会 菲律宾的华人要遭殃啊 他们很担心 这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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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